HELLO 各位晚迷又是我祖士 今星期五月十二日 雪兰俄会编排8场赛事 仍然在第二跑道上演 会移出6米跑道的角色 第一场开跑时间是下午1.45分 事不宜迟先讲第一场的心水 第一场是5班的1150米 这场是比较低分的组别 我打了1号码的六万上次表现和大家分享 这场是4月21日的赛事是1020米 六万现在起步 在外档开始推上来 是隔仔红白隔仔三蓝就那只 现在已经上到第二位了 现在前面放出来是前速很快的小辣椒 六万现在一直咬着它开始转弯 后面贴蓝就有只不少者 再开面就有只飞马拉贡 现在前面那只小辣椒放头 但是那只六万已经跟着第二位 半个马位之后开始转弯 转入直路那时 小辣椒虽然还放了个几万位 但是六万开始推骑之下 首先上来就是追过它 不过开面那只飞马拉贡这场的表现非常出色 在外档的竞势比六万好 最后几步虽然六万已经过了里面的马 但是到中点前那一步 刚刚是输了给那只飞马拉贡跑到第二 这场赛事虽然它跑回长一点的1150米 但是这只马拉贡的跑法是很机动的 可以自己放也都可以守住好位 入直路有少少后劲 以及这场赛事的对手基本上都不是太强 所以三甲一直都是这只六万最稳妥的 其余马匹可以加入那只幸运39和太平全胜 幸运39这只马拉贡的跑法上 要留一点发挥后劲最好 这一场其实不是很多快马 如果他自己放了出来 表现反而会有点令人担心 所以就做次选 第三选那只太平全胜 来了马来西亚之后 还没赢过马 就有点令人失望 但是这场找这个查维斯拆骑 应该有点帮助 所以这一场赛事我顺序的介绍是 1号的六万 5号的 幸运39和4号的太平全胜 第二场都是5班1150米 这场是比较高分组的赛事 我带了一只跟大家分享的马 就是上次已经有介绍10号马 林家天赖的 那我们不如看回上一场的赛事变段吧 这一场是4月21日的赛事 林家天赖是灰马来的 现在起步 林家天赖 都不是太厚的 现在在第四位灰马那只 红红地三八就的 现在前面放了出来 就有一只 金天快驱黄衫 开面就有一只 新关国际 然后就有太平希望 现在林家天赖 就是守住第四位转弯的 之前其实介绍这只马 就是因为 他跑较短的路程 是后上不及跑第三的 但是这一场跑1250米 他在这边跟着第四位转弯 看这个形势 其实是很大机会的 如果就这样看他的走势 现在转弯虽然他拼出了三叠 但是那个去势也挺好的 现在前面 金天快驱再是贴栏放了出来 而太平希望在中间 已经带了出来 开面就有新关国仔 现在林家天赖 打下去 但反应反而是一样的 开面追上来 就很厉害 那只是一个举杯狂欢的 反而林家天赖 连新关国仔也过不了 最后过中点 只有第四位转弯 这一场 看他跑1250米 跟前了回来 反而后继不是太强 所以今次又跑短一点 1150米的路程 可能反而会有帮助 而且这场的对手 也不是太强 所以 林家天赖 我觉得如果计算一只三格比较稳 会是我的首选 次选我会选择8号码的 绝地反击 这只码上次九优伏出 在前面的走势也不错 跑完那场之后 再试习再跑这场赛事 可能会有较进步的表现 第三选我会选择2号码的 升息子 这马表现比较飘忽的 但是如果他放到出来在前段那里 比较占到先机的话 通常都会有几好的表现 总结这一场第2场赛事 我们顺序提供是 10号码的林家天赖 8号码的绝地反击 和2号码的升息子 接下来是第3场 4班1275米 这场是比较低分的组别 我选择8号码的谭吉士 跟大家分享 不如先看上次赢马的片段吧 这场是4月28日 也是第2跑道1275米的赛事 谭吉士出门其实挺快的 现在是橙色帽 蓝色、橙色、双格那件衣服 已经跟着第2位 现在前面放出来 就是宇宙之沙 谭吉士虽然是望空了 一直在第2位 但其实他的姿态很轻松 跟着内蓝 还有野蛮人 现在开始跑到转弯的时候 前面的宇宙之沙 放来大概1马位 但这只谭吉士 其实已经一直咬着他 已经开始追上去 而放得了后面那只野蛮人 入到直路的时候 宇宙之沙始终都不是说 可以由头放到尾 1275米的马匹 谭吉士 现在已经开始 趴上来入直路 入直路虽然宇宙之沙 还有半个马位有势 但谭吉士这两步 一骑已经过去了 后面那只野蛮人 虽然都好像是上来 但那个距离 反而是越输越远 谭吉士打两边之下 但后面的马都很远 就这样赢回来 其实 他最重要的这一场时间 是好过其他 高班同日举行的赛事 所以这次 他虽然升了班跑4班 但这一场赛事 证明他已经有4班可以赢马的实力了 而且这次是帽轻榜 所以很大机会是在下一成的 其他马匹就会减回一队之前 曾经 包办过年赢的9号码 焰火 和3号码的火凤凰 9号的焰火 我也是之前在新加坡上阵的 来到马来西亚之后 跑两场得到一贯一亚成绩 这次又是升班各族 但帽轻榜 还有档位都不是很差 所以还有机会的 3号的火凤凰之前就赢过焰火 但他升班之后 跟跑一张之后 上场又赢了马 所以这只马 在这样的情况 4班都有上升空间 这一场我会提供 第3场顺序 是8号的谭吉士 9号的焰火 和3号的火凤凰 第4场是优越B级赛 1275米 这场赛事我选择了3号的美好人生 和大家分享 我们先看看上一次的表现 这场是4月14号的赛事 美好人生是戴白眼罩 白白地衣服 现在前面 这场比较多马各族 放了出来 就是那只 飞马巨人 现在美好人生 在尾三开始转弯 是白眼罩白衣服 那只 其实你见到这一场赛事 那些马都堆在一堆 前面的步速 不会太快 现在 后来赢了一只军旗 已经在外档上来 其实这场赛事 我们之前也看过 就是介绍 那只我可以的时候 现在美好人生 转弯 开始拉出中档 但都还没网空到 现在才 网空开始追上来 但是前面 那只军旗 在外档 已经排中而上 已经过了里面的飞马巨人 现在那只美好人生 其实都落后 三个马位 但是到最后阶段 越打越 厉害 那只马 现在追上来 已经持有一个马位 到终点的时候 军旗始终是比较轻磅 和側身 最后 都是赢得美好人生 少少 这一场赛事 美好人生 都是排花的内档 就算好像上次 跑法比较被动 在比较小马的场合 其实 挪位会比较容易 所以 今场是有机会 修复上一场的失地 其余马匹方面 我会选到 那只8号的好老板 这只马之前是 新加坡的角族 但上一次 第一次在马来西亚上阵 已经是从一个 不可能后上位置 赢马 那时这只马 叫做林家冰峰 之后 改了名 这次是第一次上阵 虽然休息了很久 但期间 试集很充足 亦有机会再赢 第三选 我会选回1号的真诚 这只马之前 跑开一些 级数较高的赛事 所以今场 他跑回 优越B级赛 其实级数较高 而且 这只马最重要 是排回内档 早段有小遮挡 就会表现好一点 这一场我顺序提供 第四场是 3号的美好人生 接着是 8号的好老板 和1号的真诚 接着第五场 是长途A级赛 1797米 这一场赛事 我分享的马 就是4号马 黑刺 我先看上一场的片段 这场黑刺 是在Picklick 角逐2000米的 Picklick打比 现在出闸 其实 已经 留在后面 最后的中档 开始转第一个弯 这一场赛事 是跑2000米的 黑刺 已经是 流到到包尾 开始转弯 其实 他跑到中间 一路都不进入镜头 我们就 跳到他 开始转弯 再看 现在进到直路 已经转了整个弯 现在黑刺 还在包尾位置 现在前面 放开出来的 马 已经开始 一直被 这场的头马 今场也有跑的 厂将 过了 但现在 你看看 黑刺 现在 先走到中档 还在找位 前面 厂将 已经走得了 黑刺最后的几步 虽然都上得很厉害 最后 跑回到第3 其实 表现得很出色 也证明了 这马之前 都赢过一级赛 转了马房 还未交代 现在的状态 来回了 这次虽然 再队 厂将 但是 厂将 这次又没有 雷马克 帮他 再骑 所以 这一只 黑刺 有机会 赢回一场 次选方面 当然 厂将也要回 这只马 在新加坡 来了马来西亚之后 跑了三场 两管一瓦 虽然 金唱 没有了 雷马克 但始终 这马的实力 也挺高 不可以 不要 第3 我会选回 1号 不凡之刃 这只马也是 前新加坡 去了马来西亚 热身一场 上一场 跑1600米 已经跑第2 他之前在新加坡 也跑过2000米的一级赛 其实输得不太远 所以这次跑长的路程 他都会合脚 第5场 我选择顺序 是4号的黑刺 3号的厂将 和1号的不凡之刃 第6场 4班1020米的赛事 这一场 我选择了6号的 姜博士上一场的片段 跟大家分享 这一场 姜博士也是跑回 今次所角逐的1020米 起步这一场 其实有很多快马 包括排1档和2档的 神龙出海 和太平洋河 过往 这只姜博士 好像一定要自己 抢放的表现 才会好一点 但这一场 他看到前面 神龙出海 和太平洋河 两尺 长得这么快 他现在就跟着 外档第4位 拍着埋南 一定得转弯 现在前面 神龙出海 绑轻和一档 比太平洋河 这只姜博士 现在外档 蓝蓝地3 就开始过了 一定得了 现在前面 两只马 神龙出海 和太平洋河 还是难分难解的 但姜博士 反而留着少少少 现在 虽然还输了两个马位 但到最后阶段 他一望空 是扑了上来的 最后那两步前面 两只马 比较散散的 最后姜博士 就在最后阶段 过了里面 那两只马 赢了这场赛事 这只马 既然之前 又试过 一放到底 上将 又可以 留着少少少 也有这样的充斥 所以这次 再跑 1020米 其实是相当着数的 这场首选 我会选 6号马 姜博士 次选 就会选 7号的 奥林比亚 这只马 近期 来看 是有少少 二位难赢的 上一场 去宜保 跑 1200米 用回放头战略 但回来 又 顶不住 跑回第三 所以 今次 缩回来跑 1020米 他 也不需要 自己放 所以三格方面 其实是挺稳定的 第三 选择 我会选 1号马的 朱老板 之前 跑短点的路程 留着少少少 入直路 有一段 很强的充斥 上次 跑1200米 长点的路程 跟着前面 反而 入到直路 就 不是那么劲 所以 今次 跑短点的路程 会有机会 这场第六场赛事 我顺序的提供是 6号马的 姜博士 7号马的奥林比亚 和1号的 朱老板 第七场都是 4班1020米的赛事 这场评分组比较低 我选了跟大家分享的 马匹是7号的 开心公主 不如先看看上一场的表现 这场是 4月28号 1020米的赛事 上一场我也有介绍 开心公主 这一场 比之前那场 比较快闸 现在已经跟着第2位 里面 贴蓝放出来的 大大力 红红的 色衣服 在第2叠转弯 开始 落后了一点 开心公主 这个时候 骑士 不想失去 那个位置 就 推翻几步 上来 拍着 大大力 转弯 但是这样 全程 其实 都没试过有遮挡 进来直路 看回之前那场的后竞 就以为开心公主 应该可以很容易地 过入里面的大大力 但是 现在 进入到最后阶段 大家推骑的时候 虽然有少少优势 但是这两步 又给入里面的大大力 过了 这个时候 外面有了一只 苏马尔 如飞杀上来 最后那只开心公主 连第2也没有了 只是跑到第3 虽然他的排档 其实 比上一场 可能 更差一点 不过 如果吸取了上一场的教训 如果他 组断有少少的遮挡 相信 可以交强一点的后竞 这一场对手 比上一场 其实要有很多 所以 如果选一只马 坐二望一 我都会 看这只开心公主 次选 我会选3号的 无限智慧 这只马 速度是足够的 虽然他排大外档 但这场 快马不多 如果他早短 一早 切到来 也有些机会 第3选 我就会选4号的迪亚哥 这只马 近期的部署 路程上 就 一时就跑很长 好像上一场是1600米 今次又 速到来1020米 但是 看回他的 纪录 其实 应该是跑短一点的路程 是比较合适的 那今场 盧塞尼还肯骑 人马 过往合作 4次是两冠一季 只是上次 脱三甲 所以这次去再骑 也有一定的机会 这场赛事第7场 我选择 7号的开心公主 3号的无限智慧 4号的迪亚哥 最后一场赛事 8场 5班1020米 这场我的选择 是4号的 你好老板 不如看回 上一次 4月16号 试集的表现 一组试集 排三档起步 4月16号第4组 一出集 是第一只弹出来的 但跑了两步 被内篮那只 帖篮那只马 放了出来 现在 你好老板 安上人都一直按着 望空 是拍着 内篮那只马 是二三位 开始转弯 前面 放得很快的那只马 就是一个 举杯狂欢 这只马 试完这货集之后 跑了两场 是得一贯一贵的 所以 你好老板 在一组试集 跑第二 其实水准 绝对不差 进来直路 举杯狂欢 放顺了 已经放了两个马 但你好老板 现在在中档 仍然是按着 反而里面那只马 反应没那么好 现在前面那只 举杯狂欢 已经放得了对手 但你好老板 按着上来 都是保持走势 第二个终点 这只你好老板 之前跑五班赛 跑过五次 只有一次 跑1600米 比较长的路程 是脱了三甲 这次跑短一点的路程 应该会比较合适的 还有最重要的这一场 预计 早段赛事 那个步速会很快 所以这只你好老板 有权后上杀了 首选 除了你好老板之外 次选我会选择 降班那只 一号马 威力强 他之前 在五班赢完马之后 上了四班 跑了两场 这次又可以下来五班跑 挺好处的 第三个选择 我会选 在这么多只快放马之中 排档比较好的 五号马 星期一 所以第八场 选择顺序 是四号的 你好老板 一号的 威力强 和五号的 星期一 八场赛事 提及 各位马迷 下个星期六 5月18日 雪兰娥加了一次赛事 到下个月 本来6月22日 星期六的赛事 会调到6月15日 举行 各位马迷 就会留意 赛事举行的日子 下次赛事 5月18日 我们届时再见 拜拜